曾经,只要打开浙江卫视,画面里出现的一定是华少那张令人分外熟悉的脸,因主持中国好声音一炮而红的他,近几年却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。 华少消失了吗?他为什么会消失?一切都要从一个综艺节目引发的事故说起。 这里是呱唧娱乐,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竞技类真人秀《追我吧》。 2019年,一档名为《追我吧》的户外综艺节目开播。 节目开播前,官方对《追我吧》的宣传定位是《追我吧》是一道一边联盟一边竞技的真人秀节目。 流量明星和平民英雄打破次元壁,在《你追我逃》中带来力量与智慧的双重较量,重新定义《浙血青春》。 而这一档节目从开始录制到最终呈现出来的节目效果,也确实让人感受到这是一档非常不一般的综艺。 节目里,平时就经常熬夜跑通告拍戏的艺人们,在身后有真正的运动高手全力追逐的情况下,他们需要快速地穿越翻滚平衡大转筒,摇摆不定的竹林,要飞檐走壁,或是穿越轮胎障碍,有时还要在气喘吁吁中爬上楼梯。 跑到另外一栋高楼前,靠自身的力量徒手爬上70米高楼,最后从高楼上飞下来,抵达另外一边,才能宣布获得胜利。 为了打响名号,让节目有看点,导演组请来了许多当红明星,还专门从台湾请来的演员高以祥。 阵容之强大,可以说不只是华少,甚至包括浙江卫视,都对这个节目寄予了厚望。 可就在节目刚播出几期以后,就突然出现了重大事故。 2019年11月27日,一条名为高以祥去世的消息,在这一天的凌晨,被迅速顶上了微博热搜。 几分钟不到,这个话题就立刻爆掉了。 当大多数网友还处于震惊与不相信的状态中时,不少声称是参与节目录制的观众,纷纷发文表示, 高以祥在节目录制过程中晕倒,现场混乱,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了。 几小时以后,随着该话题在网络上的发酵,许多节目录制的现场画面被曝光。 而在已曝光的视频中可以看出,高以祥在前一段跑步爬坡过程中已略显吃力, 最后上斜坡的时候需要依靠着栏杆一步一步地往上走, 看上去已经极度体力不支了。 随后,再次轮到高以祥冲刺奔跑时,就在赛道转弯的那一刻, 他已明显到达极限了,停止了奔跑,逐渐减速改为了步行。 但紧接着还没走几步,高以祥喊了一声, 我不行了,就突然晕倒在地,整个身体直接趴在了旁边的花坛上。 此时,跟随高以祥的摄影师也没有意识到问题, 而是继续跟着他怼脸拍,试图抓拍到他的面部表情。 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第一时间上前查看, 还误以为是节目效果。 直到嘉宾黄景瑜、陈伟霆等人赶到高以祥身边时, 节目组才察觉到不对劲。 紧接着,黄景瑜对摄像们吼了一句, 人都这样了,你们还拍? 此时距离高以祥倒地已有五六分钟, 等到节目组的医疗人员赶到高以祥身边进行抢救时, 据网友披露,此时的高以祥已心跳停止三分钟, 错过了最佳黄金救治时间。 姗姗来迟的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十多分钟的抢救无果后, 才将其送往医院。 但可惜的是,27日的11点46分, 高以祥的经纪公司发出声明, 证实高以祥因抢救无效而去世。 一时间,网络上纷纷开始讨伐节目组以及主持人华少, 指责是节目组内容强度大, 不顾及艺人健康,抢救不及时, 才令高以祥去世。 其实在第一期节目录制时, 陈伟霆就因屁股抽筋的梗, 一度登上微博热搜。 他讲述和黄景瑜一起录制节目时, 跑步跑到屁股抽筋。 当时所有人都看了哈哈大笑, 以为是个轻松的沙雕笑话。 但在节目里, 观众看到的却是黄景瑜和陈伟霆, 这两个在日常生活里酷爱运动的健身狂人, 在完成一系列节目任务后, 累得瘫倒在地, 爬不起来的场景。 在第二期节目里, 冠军追逐者全房邹世明也曾突发意外, 他从平衡滚筒上掉落, 腿不抽筋, 无法自拔, 要靠工作人员跳下海洋球池里救他上来。 而据最早爆料高以祥出事的博主, 吃瓜群众CG发布的一张和粉丝对话的截图可见, 追我吧, 录制强度非常大, 不少艺人都跑兔了或需要西洋。 更惨无人道的是, 为了节约录制成本, 追我吧, 通常都选择在凌晨录制。 当天高以祥录制节目时是在凌晨一点, 宁波气温仅有10度左右, 凌晨是人类体温最低的时候, 人类心肺功能、肌肉活性、各项技能都在低谷。 健身的人都知道, 运动要避免十二连以后做。 但节目组只顾及自身利益, 全然不考虑艺人的健康, 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。 其实, 此次悲剧的发生是涉及到整个浙江卫视的。 导演组、华少、现场工作人员都要承担此次事件的后果。 根据网上所流传的后场导演区的视频显示, 这短短的27秒钟, 每一秒都彰显出华少及节目组的不作为。 从高以翔加速奔跑到晕倒在地, 这期间, 主持人华少还不忘跟随解说, 此时, 监控画面中的高以翔仍在以权力进行冲刺。 所以, 主持人华少也跟着进行解说, 但就在赛道转弯的那一刻, 华少好像已经明显看出高以翔的体力不支, 还大喊。 话到此时, 画面中的高以翔已经停止了奔跑, 逐渐减速改为步行。 但疑似是监控旁的工作人员并没有预料到此时高以翔的异样, 反而还在旁边哄笑。 这位工作人员还没说完, 监控画面中的高以翔就已经晕倒在地, 而华少却在继续完成他的解说。 事后, 当现场医抢救无效将高以翔送往医院时, 为了稳定现场粉丝的情绪, 华少曾两次出面告知情况。 第一次出面, 他的情绪还较为平静, 说, 高以翔已经恢复了自主意识, 他没事。 但其实此时的高以翔已经心脏停止三分钟了, 而他这样做, 只是为了稳定现场粉丝的情绪, 不让这件事过早地被发到网上。 事后, 当网友得知他这样的做法后, 舆论再次被引爆。 只因这不是第一次在他主持的节目发生危险事故了, 早在他制作并主持的夫妻户外生存真人秀, 出发把爱情时。 为了能博眼球赚收视率, 他就经常让嘉宾做一些危险的事情, 比如让李明顺、 范文芳夫妇俩高空跳伞。 原定落地点是沙滩, 但因为节目组计算有误, 再加上天气这种外在因素, 所以导致他们两人意外坠海。 而且, 当降落伞覆盖到海面上时, 极其容易令人窒息。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, 华少与工作人员却没有及时发现, 依旧是各干各的事。 之后, 是吴京第一时间发现危险, 一边喊来工作人员, 一边往海边跑。 此时的华少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, 赶紧跑出监控室去叫搜救队。 其他的工作人员也随之跟上。 相比起吴京的眼疾手快, 华少及一众工作人员的反应就像老年人一般。 范文芳因在水里飘荡许久, 又被降落伞盖住, 吓到六神无主。 而李明顺在慌忙的旧漆中脸部划伤, 伤口就在眼睛旁, 十分危险。 导演与工作人员动作之满, 令人生气。 但更可气的是, 白天就被救上岸的李明顺、 范文芳夫妇一直站在风中瑟瑟发抖。 救护车到了天黑才出现。 由此可见, 浙江卫视节目组的效率之低下。 可惜, 这一次的逢凶化吉并没有让华少提高警惕, 在艺人的安全上下功夫。 所以没了无惊, 华少终于还是在《追我吧》里酿成了大祸。 11月27日中午12点23分, 《追我吧》节目官方微博发出声明。 这条声明声称, 节目现场医护人员第一时间展开救治, 但事实的真相是, 节目组的不作为导致高以祥错过了黄金抢救的时间。 而且, 面对事后不断将真相发布在网络上, 为高以祥讨公道的帖子。 浙江卫视的做法更加令人心寒。 他们没有选择勇敢地承担责任, 或者为高以祥离世的事情表示伤心和遗憾。 反而, 为了压制这件事情做出各种骚操作, 疯狂撤热搜, 压制舆论, 引发舆论方向。 微博上更是频繁爆出大料, 拉上其他人, 企图转移网友的注意力。 冷酷无情的嘴脸实在让人感到无比的愤怒。 迫于舆论压力, 浙江卫视对外宣布将追我吧导演总制片辞退, 但即使这样, 也换不回高以祥了。 不知从何时起, 综艺节目中的游戏越来越无厘头, 越来越危险。 不知从何时起, 虐明星成了一种趋势, 难道这样做真的很有趣吗? 难道只有通过血的教训才能长记性, 才能意识到这其中的危险? 将明星当成苦工, 将笑点建立在他们的痛苦之上, 默示他们的身体健康, 这就是如今人们想看到的综艺吗? 这里是呱唧娱乐, 喜欢视频内容, 别忘记点赞关注,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, 说出自己的看法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